5月16日,随着现场工人完成最后一段钢香凉的焊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实现合龙。 据武汉青山长江大桥设计者、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徐公益介绍, 该桥全长7548米,按照升向8车道高速公路,另外预留两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 其桥面宽度达48米,是目前长江上最宽跨江大桥。 桥梁主跨为938米,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全漂浮体系斜拉桥。 主塔采用A型塔,塔高279.5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A型桥梁塔。 它现在目前是长江上最宽的桥梁,它整个桥面宽度,这个桥宽达到48米,双向8车道设计, 然后每边在预留一个紧急行车道,相当于说它是按照双向10车道进行的一个考虑。 据中铁大桥局,武汉青山长江大桥项目部一分部项目总工李永介绍, 全漂浮体系斜拉桥,即主桥钢梁没有下部横梁支撑, 完全依靠斜拉索的拉力处于全悬浮状态。 这种桥形可改善大风、地震等特殊外力作用,对结构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为这一块是跨越主航道,为了对这个航道避免产生大的影响, 所以说当时做了桥形的方案逼选就是一跨过江, 它就是因为牵扯了有一个大跨和重载, 所以说它在桥形结构的选择上是选择了这种全漂浮体系, 那么全漂浮体系这个结构形式的特点就是抗震消能效果非常好。 中铁大桥局副总经理张春兴说, 青山长江大桥主桥位于武汉最大码头武钢外贸码头和武汉最大锚地王家屋锚地之间, 横跨长江武汉段航运极为繁忙的江段, 桥位处水深、流急、航道窄,水上施工安全风险高, 因提前谋划、大胆创新, 在施工过程中首创了系列施工工艺,提高了工作效率, 攻克了世界最大雅铃形双臂钢维燕下水, 浮运、精准定位、下沉灼床等系列施工技术栏题, 最终实现了大桥零误插合拢。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是该市第11座长江大桥, 也是武汉四环线重要过江通道, 武汉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称, 具有载重、桥宽、跨大等特点的青山长江大桥建成后, 将对武汉四环线化园、优化城市、环线加涉线路网结构, 打造中部地区现代物流基地等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这个武汉市也特别是要打造一个中部地区的现代化的物流基地, 那么在这一块,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地位上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加密码